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关于美国政治竞选的最新动态 在佛罗里达州前众议员穆卡塞尔鲍威尔赢得了民主党参议院初选 将与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展开激烈对决 同时拜登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移民计划允许无证配偶申请合法身份 这可能会影响约50万移民及其子女的生活 尤其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可能会激励拉丁异选民的投票热情 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社交媒体影响力人士们正与传统媒体争夺资源 助力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 超过200名影响力人士获得了活动的资格 反映出民主党希望通过新的传播方式吸引年轻选民的策略 这一变化引发了媒体界的讨论 传统记者感到被边缘化 而影响力人士则认为 他们能有效促进年轻人对政治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Meadow Blog报道 佛罗里达州的前众议员代表穆卡塞尔 鲍威尔在民主党参议院初选中轻松获胜 准备与极右派现任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展开激烈竞争 与此同时 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仕途在全州选举保守派学校 董事会成员的计划遭遇挫折 多名候选人在关键选举中落败 此外 蒙大拿州的州务卿 以认证一项关于堕胎权的公投措施 将在11月的选票上出现 这一发展可能对即将进行的参议院选举产生重要影响 民主党国家大会的首个晚上吸引了2000万观众 超过了上月共和党大会的1800万观众 而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在7月筹集的资金是特朗普竞选的三倍 为他在竞选最后几个月的广告和薪资支出 提供了资金优势 Yahoo US报道 拜登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移民计划 允许无证移民的配偶在美国申请合法身份 这一变革可能会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 罗德里哥·德拉罗萨在青少年时期 发现自己是无证移民 但与美国公民结婚并未能改善他的身份 新计划的实施使得德拉罗萨及其他无证配偶 可以在不离开美国的情况下申请合法身份 从而摆脱被驱逐的风险 并获得工作许可证和绿卡 这项计划不仅能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 还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对摇摆州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在亚利桑那州 许多无证配偶的配偶是选民 他们的投票意向可能因此而改变 南华早报报道 民主党在全国大会上首次大规模邀请 社交媒体影响者参与 以助力哈里斯的总统竞选 这些内容创作者被赋予历史前排座位 以便通过他们的社交平台 传播信息吸引年轻选民的关注 与传统媒体相比 影响者在大会上的空间被大幅增加 而新闻工作者的空间则大幅减少 导致他们在报道时面临更多限制 尽管传统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保持中立 影响者则通常带有个人观点 参与者表示这一新局面反映了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影响者的病毒是视频有望激励那些 对政治不够投入的年轻选民 民主党籍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已经开始利用这一趋势 期待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产生积极影响 BBC报道 年轻的民主党人对卡玛拉哈里斯的支持充满热情 尤其是美国的C世代 他们聚集在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 渴望看到哈里斯的成功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积极邀请社交媒体影响者 希望这些创作者能够帮助他将信息传播到 传统投票率较低的群体中 许多民主党支持者和活动家表示 他们希望哈里斯在当选后立即采取的政策 包括社会公正和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 雅虎新闻报道称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即将迎来百岁生日之际 仍然对投票支持哈里斯充满期待 尽管卡特目前正在接受临终关怀 并经历了失去妻子的痛苦 但他的孙子杰森卡特透露 卡特对未来的政治局势依然充满关注 特别是希望美国能摆脱特朗普的影响 卡特的参与和热情不仅反映了他对哈里斯的支持 也体现了他对美国未来的关心 纽约时报指出 虽然气候变化是2020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关注的焦点 但哈里斯在最近的竞选活动中 对气候政策的具体承诺却相对较少 尽管气候领导者对此表示理解 并相信哈里斯在未来会采取措施 但他仍需在动员党内支持者和吸引温和派选民之间找到平衡 哈里斯及其搭档提姆·瓦尔兹的务实议程 强调了提高最低工资和儿童保育资金等问题 而他的气候政策尚未得到明确阐述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出于战略考虑 以避免在能源丰富的摇摆州失去选民支持 CNN报道 米歇尔·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分享了他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母亲之间的故事 强调了母亲在塑造他们价值观中的重要性 奥巴马提到 他的母亲玛丽安·罗宾逊 为他树立了高尚的道德标准 而哈里斯的母亲乡马拉·戈帕兰 则教会了他关于正义和责任的深刻道理 两位女性虽然背景迥异 却都代表了一个为国家建设 而奋斗的工作阶层女性的共同价值观 前总统奥巴马也补充道 这些母亲教会了他们诚实 正直和勤奋的重要性 强调了美国人之间的共通之处 Yahoo US报道 在民主党全国大会的第二晚 音乐成为了重要的亮点 各州在代表投票时 选择了与其文化相关的歌曲 现场气氛热烈 明星们如泰勒·斯威夫特和毕昂斯 也为活动增光天才 纽约州以帝国状态的心情为主题曲 维蒙特州则选择了 本州歌手诺亚·卡汉的季节的尾声 这一页不仅是政治的聚会 更是音乐的盛宴 各州用音乐展示了 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对未来的期待 Yahoo US还指出 民主党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来吸引拉丁裔和黑人选民 组织如Next Gene America 和Me Familia Vota 正在开发聊天机器人 通过社交平台 与年轻选民互动 解决他们在投票过程中的疑问 这种创新的方式 旨在弥补选民之间的参与差距 尤其是在年轻选民中 尽管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存在一些担忧 但许多组织仍然认为 利用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他们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优势 Mata Blog 报道 民主党在对抗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讲中 巴拉克、奥巴马和米歇尔 奥巴马以不同的方式批评了这位前总统 米歇尔指出 特朗普的狭隘视野让他对成功的黑人感到威胁 并强调他所支持的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 哈里斯展现了服务社会的精神 他批评特朗普的言论和政策 认为这些做法只会让人变得渺小 而美国应该鼓励人们努力工作 追求更好的未来 奥巴马则形容特朗普为一位78岁的亿万富翁 总是抱怨自己的问题 并指出他对于群众规模的执着是幼稚的 呼吁选民不要再重蹈覆彻 德国之声报道 加州拥有美国最大的印度裔美国人社群之一 许多居民对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候选人身份感到兴奋 他们认为 哈里斯的当选将不仅是对印度裔社群的肯定 也将为整个国家带来新的希望和改变 这些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表达了对哈里斯的信心 认为他能够带来更具包容性的政策 并在国家面临挑战时展现出领导力 Yahoo US报道 民主党全国大会正在芝加哥如火如荼的进行 明天将由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兹正式接受副总统提名 在第二天的活动中 奥巴马夫妇的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 米歇尔在演讲中提到希望正在回归 并激励与会者相信未来的美好 随着会议的进展 许多知名人士如比尔 克林顿河南西佩洛西也将发表演讲 并强调为我们的自由而战的主题 这一系列活动展现了民主党对于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高度重视和团结 Yahoo US 报道 安吉拉·阿尔索布鲁克斯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激昂演讲 称赞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为超级优秀的地区检察官 并强调他在打击犯罪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 阿尔索布鲁克斯回忆其与哈里斯长达14年的友谊 表示他一直受到像祖母这样的女性的启发 认为哈里斯是一位朋友导师和榜样 他提到哈里斯能够有效地追究暴力犯罪者的责任 同时推动减少再犯率的项目 称犯罪率下降 经济增长上升 并呼吁大家支持哈里斯确保他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 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代表马里兰州的黑人参议员 在另一篇Yahoo US的报道中 巴拉克·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力挺哈里斯 称他将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公平和强大的经济 他指出哈里斯的政策将扩大优质教育 住房和中产阶级就业机会的获取 而特朗普则会削减税收来帮助他富有的朋友 奥巴马强调 真正的自由在于 每个人都能享有干净的空气和水 安全的学校 以及公平的工资 他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与选民的担忧相呼应 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和住房市场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 强调民主党人将致力于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 通过NBC News的报道 阿尔索布鲁克斯在马里兰州的参议员竞选中展现出一种坚定的自信 他的竞选之路起初被视为劣势 但他希望能够历史性的胜出 他的成长背景被描述为典型的美国家庭 这为他的竞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阿尔索布鲁克斯在与前州长拉里霍根的辩论中表现出色 展现出与选民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 并强调理解选民的需求是他作为首次全州候选人的关键策略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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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